9.11之后最大恐怖攻击 波斯顿爆炸案 鞋染马拉松3死 超过140人受伤 结束亚洲之行 美国国务卿凯瑞 谈到北韩问题的时候 特别强调 美中日韩的立场一致 以继续来关心 两岸互设办事处的 最新进度这个草案 最快月底或五月初 排入立法院讨论 而入委会强调 希望一切能够有尊严队的关系 观众朋友你好 我是马天会 时事求是 带您掌握全球进行室 欢迎您的收看 我们来看到 在美国9.11之后 这可以说是最大的恐怖攻击事件 就是美国的波斯顿马拉松大赛 传出惨遭两起恐怖炸弹攻击 目前已知造成三个人死亡 至少144人受伤 波斯顿马拉松赛现场 正在选手最后初四 准备抵达终点线时 突然发出巨大声响 火球和浓烟 从观众和旗帜后方窜出 现场陷入一片混乱 欢呼声 煞时间变成了惊恐的尖叫声 要记者赶快离开现场 马拉松竞赛场顿时成了人间烈狱 烟雾弥漫尖叫声不断 就在大家惊魂未定 第一起爆炸发生后12秒 在结合之外也发生了第二起爆炸 爆炸瞬间身穿黄色夹克的 文案人员右手污至耳朵 参赛者则倒在地上 巨浪似白烟向上窜出 爆炸发生了太突然 莫及民众全都惊慌逃命 有人直接被炸到 断手断脚满地鲜血 马拉松全程42.19公里 比赛沿途都有群众观看 尤其中点西附近 更是聚集了大批民众 意外造成三人死亡 上百人受伤 至少十人被迫截肢 医生也从伤着体内 取出炸弹碎片 FBI已冲预模恐怖攻击行动 全力侦办弃凶 这些零零的美国波士顿 爆炸案发生之后的第一时间 美国总统欧巴马 也立刻召开了记者会 同时誓言一定要揪出人犯 好会找出证据揪出凶手 我们来看看目前波士顿警方 所掌握到的最新发展 以及说法 好先为您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台大荣誉教授张灵珍 张教授您好 欢迎教授 当然这起意外真的是来得太突然了 我们看到在波士顿的马拉松比赛大爆炸 这个死伤的惨重几乎是可以预期的到 因为这个人太多了 那么欧巴马总统呢 他在刚刚我们也看到 他对此事已经发表了看法 不过我们也发现他的用词极为谨慎 他并没有亲口说 是把这个定调为是恐怖攻击 但是白宫方面我们看到 他们已经当成这个恐怖攻击的规格在处理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欧巴马的顾忌是什么 而其实目前的种种基上来显示 我们是不是几乎就可以断定 根本就是恐怖攻击 从各种基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事件恐怕恐怖攻击的色彩会比较重 当然欧巴马他不敢这么快就可以断言说是恐怖攻击了 那这次的事件发生之后 没有任何团体或者个人出来说 这个事情是我做的 那当然大家也都知道美国的这个FBI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恐怖分子如果显然这个恐怖分子是在美国境内 如果他这个扬言说是他做的话 那很可能就会被抓到 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人会承认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比较大胆的推测说 这个攻击可能是带有恐怖色彩的一种攻击 原因就是从911之后 可以说美国对这个恐怖分子的 可以说是反击是不余力 可是好像是美国越反击 恐怖分子越多 那而且呢 所以越活药 越活药 而且它是散布在各个地方 那么本来美国人是可以把战争带到外面去 自己家园是安全的 可是现在因为恐怖活动的关系 美国本身的国家安全呢 其实是祸其消强 内部发生问题 所以我们看呢 如果美国不去根本的检讨 为什么会有恐怖主义 为什么这些恐怖分子可以 甚至于不顾自己的生命 绑着炸弹就去冲这样子的 原因在哪里 美国必须要正本清源 找出原因来 才能够找到正确的对策 但是显然从911到现在 我觉得美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都下攻 美国就只是防堵嘛 就只是反击 对不对 但是我们看到事实上 这个恐怖行动也是防不胜防的 而且就是美国跟这个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 真正的问题也是盘根错节 一时半刻似乎也难以解决 我觉得你要看这个恐怖行动的话 你就要去背后去探讨 那么为什么恐怖分子会针对 特别是美国和若干西方国家 来发动恐怖攻击 那主要的原因你一定要探讨的就是说 因为美国和他的盟邦的西方国家 他们是处于一种优势的状态 一个弱势的个人或者团体或者国家 甚至于国家都无从跟美国和他的盟友相对抗 所以恐怖活动就变成是一种不平衡的战争 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你对抗 所以我只好采取类似那种游击战的方式 我打了我就跑 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一泄我心头的愤恨 那为什么恐怖主义很多人说这些人 多半都可能是伊斯兰教徒 或者同情伊斯兰教徒的西方人 那原因那可能就是跟美国的对外政策有关 因为美国很明显的我们觉得 他对于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 他的政策跟立场是不公平的 那这些国家跟哪个国家最对立的 就是以色列 可是美国因为犹太人的影响力的关系 他对以色列的政策永远是偏袒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这些人的愤恨往哪发呢 没地方发呢 所以当然就是用恐怖行动来找美国人算账 不然的话我们想象不出来 你是有多么大的仇恨 你才会说劫持几架飞机 同时的对美国各个重点的建筑物去进行这种攻击 或者像这一次你就是可以说是滥杀无辜 但是因为我杀不到你美国的政府官员 做决策的这些人 所以我只能够用你的老百姓来当出气筒 所以我觉得要制止这个恐怖主义的蔓延 不能够以暴制暴 你必须要寻根究底的去追寻 为什么会产生恐怖主义 对 我觉得教授说的也没有错 就是说这个东西恐怖行动可能是没完没了的 我们用这一次波士顿爆炸来看到好了 那么CN的报道就是说 他们采用的是钢珠炸弹 那么这钢珠炸弹的威力惊人 也就是自杀炸弹客惯用的手法 所以说其实这是非常可怕的 对不对 自杀炸弹客对美国来讲的话 这怎么防吗 这根本是防不胜防 完全没办法防 因为美国人 美国里头也有一些伊斯兰教的信徒 那么美国人有些人富有正义感的 他也可能同情这些伊斯兰教的教徒 就好像在英国以前发生几起爆炸案 都是英国本土的这个伊斯兰教友 他们去做的 而且有的甚至于是英国人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觉得是没办法防 你要防 你就是说你的政策 要做全盘的检讨 你必须要公平 你美国人不是强调公平吗 你要公平公正 你在犹太人跟这个阿拉伯人之间 你要采取一个都不偏袒 即便你偏袒 但是也要有个程度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觉得就会对于恐怖主义的那种遏制 才会产生真正的功效 因为你把原因就是把它拔除掉了 那你如果不把原因拔除掉的话 这种情势会一直蔓延下去 美国还是要从政策做起 但是我再回到我刚刚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所以到目前为止 你说欧巴马总统 他对于恐怖攻击这四个字 他还是非常的谨慎小心 对他的顾忌在哪里 也就是说 还是不要轻易的去触怒 或是触碰这一块 可是摆明了几乎就是 我想是欧巴马当然就是说 在市政没有收集齐全之前 你一下子立刻就下个判断说 这是恐怖分子所做的话 那对于很多假设万一证明说不是的时候 那这些对美国不满的这些人 可能就更愤怒 所以我觉得欧巴马他其实是 戒身恐惧在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说我不知道 是什么动机他做的 是什么人做的 所以在查出什么人 什么动机之前 他不敢往下断 不过我们看到在今天也是波斯顿的爱国日 也就是主要在纪念1775年 这个4月19日的独立战争 所以在每年的4月第三周 就会定为爱国日 在这比较特殊 是属于这个麻塞诸塞州 还有缅因州才有的特定纪念日 所以说特别选在这天攻击 是不是也带有浓厚的政治宣誓意味 也是不是比较容易锁定一些特定人士呢 我觉得这是极端有可能的 非常有可能 因为你想从第一次那个 非常戏剧性的那个911的那种攻击来看的话 那为什么会锁定双子星大楼 美国五角大厦等等 那很明显的就是说 我对美国有非常大的仇恨 而且其中一个很大的仇恨的对象是谁 就是华尔街金融界的那个犹太人 所以我攻击的就是你们这个双子星 有代表性 有代表性 然后我攻击是五角大厦 虽然没成功 但是就是因为你五角大厦的这些人 就是到处就是散播这种战争的种子 所以它是有针对性的 那就今天的这个爆炸案来讲的话 我想也是 既然这个是Massachusetts州跟缅因州的独立纪念日 那你们美国人要想一想 你们为什么在你们的立场来讲 你追求独立 追求这个自由民主平等 你有这个权利 那为什么我们其他的国家的人 一定要听你美国的指挥 要福音你美国的意识形态 你美国的看法就是普世价值 基督教文明就是高高在上的 那伊斯兰文明就是不就是 根本不值一顾的 像这种东西我觉得 它当然带有非常浓厚的政治意味在里头 那么当然我们再从实际面来看到 就是说发生爆战之后 那当然是全美 当然已经是提高警觉了 而且这个警戒是升高到最高级 那么刚刚的报道当中 我们也看到有特战队进驻波斯顿 所以可以预测的是 未来在全美国各地的安检 尤其是这个东西岸的大都市 将会更为严格 甚至更胜之前九一之后吗 我想会 但是对旅行者来说的话 这是个好机会 虽然就是说检查很严格 但是你去旅行会比较安全了 因为 这么直接的保证吗 我觉得这个是 会不会大家反而觉得才不安全呢 因为恐怖攻击 不安全的时候是最安全 当你觉得说很不安全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花注意力 去防止事件悲剧再度重演 所以你可能不变的 就是说这个安检的程序会很长 本来你就是要三个小时以前 就要到机场 你可能要四个小时以前 你所有行李都要打开给他看 然后你十个手指头印不够 可能还要把身上的 几乎要搞到脱光光之类的 事实上等于脱光 因为它那个机器 比X-ray还厉害 什么都看得清清楚 所以不变是必然的 但是如果你是要安全旅行的话 现在安全旅行 我觉得程度反而是比较高 反而会觉得更安全 因为它每个会把关 在这种安全上面 或者在治安问题上面 反而去旅行的话 可能是这个比过去来讲的话 程度更高 这是我们一种比较 反向思考的一种结论 但是一般人的话 大概这个时候也是不敢去 这就像好像大陆有禽流感 那我是一定不敢去 对不对 所以美国既然这个恐怖分子 这么样的活跃的话 那我干嘛去陪葬呢 所以我也不去 所以一般人的考虑 跟我刚刚的反向思考 是不是不一样的 对 而且大家也会担心说 那接下来还有没有 第二波第三波的攻击或攻势 因为现在你凶手都没抓到人 是不是有锁定对象 也不知道 我觉得会不那么容易 因为是这个成功的爆破 伤及了人 达到他们的政治诉求的目的之后 在美国这么风声鹤唳的 追击之下 我觉得会沉寂一阵子 这才是我说 为什么现在去美国旅行 遭遇到恐怖攻击的那种事件 可能频率会比较少的原因 因为大家都想避避风头 最危险的时刻才是最安全的 对 好 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情势 也是紧绷到最高点 就是朝鲜半岛的危机 现在大家都有台阶下了吗 也就是说双方 这个美国和北韩 都有释放出讯息 可以重启对话了吗 广告周回来更进一步讨论 欢迎回来时事求是带您掌握全球进行事 有关朝鲜半岛的危机最新进展 美国国国务情凯瑞还有大陆以及南韩方面都有相关回应 希望各方开展对话 改善关系 建立互信 共同推进半岛的无核化进程 实现东北亚地区的长治久安 中方将继续与有关各方保持密切的沟通 为实现上述的目标 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 北韩引爆了区域紧张 而我们看到声音两周的金正恩也露面了 他似乎单挑美国要以战逼谈 也逼迫美国和平壤举办双边会谈 而我们刚刚也看到美国国务卿凯瑞 在关键时刻访问了中日韩 也挑明了说美国随时展开有诚意的撤核谈判 只是目前问题是出在北韩 北韩必须做出有意义的举动 而且要遵守国际法则 好 看到这边教授 我想特别请教是双方现在把这个球丢来丢去 到底是不是要谈呢 我想如果你不想真的引爆东北亚的这种军事冲突 那谈是绝对需要的 在外交上来讲的话 谈判是最佳的一个解决冲突的工具 所以我觉得谈是避免不掉 那只是怎么谈 是恢复原有的六方会谈 还是像北韩讲的 你们这些局外人通通给我靠边站 就让我跟美国直接谈就好了 那美国愿不愿意跟他谈 美国跟他谈的话 其实美国国务卿凯瑞他是有条件的 他说你一定要遵守国际这个法 国际这个法 就是规则 之前的承诺 还有无核化了等等的 然后再来谈 但是南韩是很愿意跟他谈 而且没条件的想跟他谈 但是看起来他对南韩的这种 这种无条件的来谈判的这样的一个 这种就是提议 感觉也不甩南韩 他根本就不踩他 所以金正恩现在就是说 其实他很会玩游戏 小孩玩大车可是玩得还挺不错 因为他至少走到悬崖边缘 可是还没有掉下去 那所以我觉得 您回答你刚刚的问题 就是说我觉得他们是要谈 那但是如何谈 由谁跟谁来谈 这是要观察 所以双方现在还是在一个 喊价的阶段 应该是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 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 因为他到朝鲜半岛 中国大陆跟日本都走了一圈之后 他比较有一点 吃了一个定心丸的感觉 因为就凯瑞来讲的话 他现在发觉就是说 其实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不仅仅是南韩的 这种有切身之之之官的国家支持 那日本当然也支持 那现在中国呢 他也是支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而且你可以从中国大陆在上一次 联合国的案例会决议里头 他就站在美国这里面投出了制裁 这个北韩的这种赞成票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 中国大陆在北韩的这个问题上头 其实他跟美国的立场 是越来越接近 那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我想北韩让他很头疼 因为我给了你那么多的援助 可是你就是不听话 你要做什么都不智慧我一声 而且就是在我家门口傻野 那然后可能会成门失火 这个殃及鱼池 对吧 所以中国大陆对北韩是非常不满 那北韩也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就美国而言的话 他是觉得现在 这个四个国家 美国 中国大陆 南韩 日本 他们的对北韩的立场是一致的 所以他比较吃了一个定心丸 那他这次来寄向日本和南韩表达 就是说我这个盟国的义务 我是一定会尽的 所以你们不必担心 那意思也就是说 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所以南韩才说 好 我们来谈 无条件的谈 那日本也是本来说 你敢敢北韩 敢敢发射飞弹的话 我就会给你拦击 现在日本也不讲了 因为美国跟人说 你不要乱讲话 你一拦击的话 那不就是插枪走火 就打起来了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讲话 所以美国这次来是安抚 这个日本和南韩 那同时呢 是要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 因为本来中国大陆跟美国关系 并不怎么好 那现在他们有一个利益的交集 这个交集就在北韩 所以呢 就美国而言的话 凯瑞这个东北亚之行 虽然是只有短短几天 可是说起来是成果丰硕的 那对北韩来说的话 他会现在要做什么东西 才能够让美国能够愿意跟他坐下来谈 美国就会等北韩的回应 对这也是我想问的 就是说教授你刚刚一直讲说 其实到目前为止 金正恩你说这个不到30岁的毛头小子 他到目前为止玩这个战争边缘游戏 玩得算还不错 走钢索也没摔下来 他是不是该到建好就收的 目前这个时间点已经到了 他差不多要收了 如果美国愿意跟他谈 我觉得他会收 那当然他也要有个台阶可以下 对不对 那他怎么下台阶 如果他现在一旦不发的话 他在国内的微信扫地了 对吧 所以发两旦还是需要的 但是看你这个旦发到哪去 如果你不是针对南韩 不是针对日本 当然更不会是针对中国大陆 你只是发两个蛋 到一个无关紧要的区域 跟你国内老百姓有个交代 那美国人也看出来 这是他的诚意 因为他可以做得更过分一点 他没这么做 所以呢也许对金正恩来说 他就可以 这样的做法 就已经足以下美国示好 对不过现在不管是中美 日韩 当然就一再喊话 就要求北韩要无核化 这个有可能吗 这第一个还有就是说 是不是未来其实在北韩 试射飞弹或是进行核爆 其实可以预期的事都还是会成为常态 你说的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这几个国家最关心的事情 那对北韩来说呢 他也不会正面给你承诺 说我以后就绝对不再从事核事报了 那我就接受无核化了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这是你们美国 中国大陆日韩所提出来的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你要叫北韩来承诺这个目标 先要谈嘛 你不能叫人家说 还没上谈判桌我就全部缴械 对不对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金正恩在目前来讲的话 在这两个议题上头 就是说停止核事报 那宣布就是我 就是也奉行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政策 这样就叫他停 我觉得那是绝对没可能的 就还是要先谈嘛 要谈要谈 是说怎么谈 所以说教授 我们从目前的这个各方情资也好 或是种种迹象来判断 北韩的情势 其实还是会渐渐朝向缓和的方向发展 甚至有南韩学者 他们认为说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是这样吗 我觉得也是 因为 就不至于这个紧张态势再升高了 我觉得不会再升高了 因为前面已经够紧张了 到顶了 对 已经到顶了 宣布什么 废弃这个南北韩之间的协议 停火协议等等 这个升高这种 恫吓的这种姿态已经够了 现在再往上升 已经升无可升了 所以我觉得 金正恩的目的 其实就只有一点 那就是让美国坐下来跟他谈 单独谈 他不要跟其他这些国家 他现在对所有的其他的 都不放在眼里头 包括中国大陆 他都不放在眼里头 金正恩现在打了一张牌 就是说只要你美国跟我谈 我说不定会倒向你美国 所以这个如果美国答应 愿意跟他谈 坐下来谈 其实这也不代表说 美国在这一块 这一步是让步 也不见得 当然不是 因为金正恩有求于美国 因为在金正恩的眼里头 所以日本或者是南韩 敢这么样的跟他对抗 就是后台的大老板 美国 对撑腰 那我跟你把美国搞定了的时候 那就好了 那而且我的援助很多 我现在这缺的就是 就是物资 粮食 石油 对不对 那如果跟美国谈妥的时候 我这个就大方了 那你中国大陆 就不要拿这个东西来 来好像牵制我 所以中国大陆 他在这一块是 失不了力了吗 没得失力了吗 还是说反而 他自己松了一口气 我觉得其实 美国一向都是认为说 中国大陆可以实质上 影响北韩 这是扩大施压 对对对 可是在美国也好 在西方也好 很多学者其实都已经看出来了 中国大陆对北韩 已经潜履济穷了 已经没办法 是用潜履济穷这四个字 我觉得了 不是说还是有所顾忌 他们事实上还有一些招数先留着 当然也有所顾忌 可是问题是你要抑制 这个金正恩 不这样狂飙的这种方法 已经没有了 因为中国大陆是他最大的 粮食供应者 和这个 这个能源的供应者 那他根本就不甩他 所以你可以想见 中国大陆对他还有什么责呢 那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这个压力将办守好 你们有事情 难民必要进来 所以中国大陆对北韩 老实讲是蛮失望的 而且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这么多年 历史的教训是 你所扶植的 今天你所扶植的所谓盟友 到日后都可能来 都可能来道摇你一口 你比如说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越南 对不对 那现在缅甸也是走上 步上越南的后城 那谁能够担保 北韩将来不是 步上他们的后城呢 所以今天中国大陆 对这些周遭的 以前的所谓兄弟之邦的国家 已经很心寒 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说 都是养虎一患 所以如果有人 可以跟我一起来牵制 这个北韩 中国大陆也不反对 所以我也愿意 在这一块上头 跟美国合作 来维持东北亚的秩序 那维持东北亚的秩序 就是维持我家门口的秩序 就没人砍在我家门口 傻野了 好 一个这个朝鲜半岛危机 北韩问题 当然牵动着 就是中美两大强权的外交战略 那么包括这是美国新任的国务卿凯瑞 他首度演说当中 针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这个部分 他也提出了说明 我们稍后回来更多讨论 欢迎回来时事求是 带您掌握全球进行事 美国国务卿凯瑞的亚洲行 他在日本东京首度就他街 国务卿以来 美国重返亚洲政策 发表了相当重要的演说 那么在这篇演说当中呢 他也重申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 以及勾画了一个太平洋之梦 特别是融合了美国梦 和习近平的中国梦 好 首先请教教授 你怎么解读凯瑞这番谈话 其实凯瑞 我们可以对他有不同的解读 如果他本人来说的话 就是一个知中派跟清中派 那他跟下台的Hillary Clinton 是不同的一个人 他完全是鸽派吧 他是比较鸽派的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美国他在听证会 任命听证会上头 他就讲了说 其实美国说要重返亚洲 其实这个政策是可能会引起 相关国家的 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疑虑的 所以他觉得说这个政策 其实是可以检讨的 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他当然是比较 比较各派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 他的外交政策或者内政政策 他大体上都还是有延续性的 因为总统是同一个人 都是欧巴马 对吧 虽然他用了国务卿前一个是谁 后一个是谁 不一样 可是欧巴马还是欧巴马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好像这个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亚太政策呢 未必就会像凯瑞想的那样发展 因为我们看到 美国国防部呢 还是相当鹰派的 虽然国防部的这个 国防部新任部长这个卡特 那么他就说 我们还是要这个 全力的就是重返亚太 那么他当然有人说 你们未来十年 美国的军费要削减 4870亿之多 而且未来十年 你还有其他的这种 这种就是军事方面的 这个开销的缩减 也有4700亿 加起来就9000多亿 这个美金了 你说这个当然会影响到 这个美国的 这个重返亚特啊 这个再平衡这个亚太啊 这样的一个军事部署的计划 但是美国国防部长说 没那回事 几千亿美金还不会影响到 美国的这个军备 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美国的对亚太的政策 有可能转去温和 如果你看凯瑞 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卡特 他也有可能还是维持 就有的这个步调 所以在这个模拟两可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要做一些 就是进一步的观察的 所以说是不是有点转向了 或者是转变为更温和了 其实目前都还是未知数 我觉得目前是 颜值过早 颜值过早 但是我比较还是偏向于说 美国会 就是说用了这个国务卿 他当然在这个外交政策上头 这个舵是由他掌的 会有一点就是说 跟以前不一样的这种航向上头 就跟希拉蕊来讲的话 对完全不一样 因为希拉蕊是非常的强硬的 强悍的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 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美国梦跟中国梦 这两个梦如果都要实现的话 它的前提就是一定是 中美两国要能够和平共处 那么中美两国应该努力的去寻找 他们共同的利益 那么美国人要学会 就是说怎么样跟其他的这些大国 来这个共处 就是习近平讲的新型大国关系 所以我觉得关键还是在 这个凯瑞他比较是现实的 他知道就是说冲突 对中美两国来讲都是有害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切入来看的话 我觉得中美两国的关系 转趋缓和还是可能性比较大的 教授我可不可以这么说 其实这个凯瑞他这番谈话 表面上是劝说大陆要扩大 对北韩的施压 因为他确实有谈到北韩问题 这些部分 那是他更深入的意义在于 就是说为中美两国 未来合作处理这个区域 或是全球危机 这些相关议题上面 探寻出一条新的道路 其实这是他的比较深刻的目的 我想是中美两国都有意 就是说我们要互相包容 合作双赢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大家都有这个意愿的前提之下 我觉得要发生这种剧烈的冲突 是比较不容易的 其实你不只看北韩 你看这个最近钓鱼台 这个风云紧急的事情上头 你可以看到美国也是在对日本施压 如果美国不对日本施压的话 那么这个安倍晋三的这个内阁 是非常强硬的 讲话的真是不给对方留余地的 他说双五 没有主权争议 也没有什么什么 要谈判的这种需要 通通通通都没有 那也是在美国施压之下 他后来口就是说 也派了一些 就是退休的这些 日本的政治人物到大陆去示好 表示说愿意用对话 来解决钓鱼台问题 那么在美国施压之下 这也是日本为什么急急忙忙的 他那16年都不对台湾让半步的 这一次第17年 他居然让步了 那我们当然不满意 但是对日本来说 他很让步 当然还是美国的影响 所以从这些事件来看的话 美国当然是希望维持 这个东亚地区的和平 因为东亚地区不管是 钓鱼台或者朝鲜半岛 哪个地方风云起来的话 美国人都没办法置身事外的 因为这些都是你的盟国 那你要对日本怎么交代 对韩国怎么交代 对不对 所以我想美国来讲的话 他是也愿意又就是说 跟中国大陆发展比较友好的 互利的 共融的一个关系 不过我们来看到 就是说刚刚教授也特别提到了 说不管是凯瑞 他这位新任的美国国卿 他的立场或许是比较理性 中央温和派的 但是目前在美国国防部来讲 可能走的还是强硬路线 那从这个凯瑞这一次的演说当中 我们似乎也秀出一点点味道 就是说是不是其实美国 在对中国大陆的角色战略上头 还是有一点点软硬兼施的味道 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如果他北京方面 还是没有办法对平壤 做出更在进一步的控管好了 那美国另外一方面也在暗示说 好那我们就会在华府方面 对东北亚的军事部署再更为加强 所以我们长远来看到 就是说华府走的这一套 这个软硬兼施的策略 有助于提升中美两大强权之间的互信吗 这点应该是蛮重要的吧 是但是这就是华府本身 就是有不同的意见 他们自身就有矛盾了 他们自身有矛盾嘛 因为有的人说 我们已经看到很清楚了 中国大陆对北韩已经无能再进行所谓的控管了 因为他如果有能力进行控管的话 他就不会在安理会跟你美国人合作 对不对 他现在跟你美国人合作 表示说他也没办法管这个北朝鲜了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 我觉得你如果还是指望说 你如果不对北韩这个严格管教的话 那我跟你中国大陆的关系就会受到影响等等 那我觉得是不切实际的 他不会说你不管那我来管嘛 我就落实了我这个加强我在整个亚海地区军事部署的正当性 重返亚洲的正当性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你是要看的 国防部讲的一些话是他就本位主义 他必须要那么讲的 可是实际上头来讲的话 你要把三分之二以上的舰艇部署在亚太 要把这个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这个军力 军备部署在亚太这个地区 你不是完全不可能做 你可以做到一部分 但是你要全面落实 恐怕是有一定的困难在 因为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头是一个 各个地方都不晓得什么时候 会爆发什么样的冲突 你美国人不可能把你所有的筹码 三分之二以上的筹码都押到亚太来 没错亚太是下一个 这个国际关系的重点的区域 可是你还是要顾及到你后面的防线吧 还有你本土的问题吧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们也不用太担心 美国这么 就是鹰派人士所宣称的 我要重返亚洲 我要再平衡 这再平衡其实已经是缓和的话了 那这些话我觉得也不必 百分之百把它当真 你相信它百分之七十就好了 你可以 就是说有存百分之三十的怀疑 那所以我的感觉上头 你这样一个非常积极的 进取的在亚洲的一个外交政策 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经济来支撑它 撑托它 可是我请问 因为美国现在检视 政府都瘫痪掉了 很多经济问题都没有办法 一大堆的内忧 一大堆的内忧 所以在内部都自顾不暇的情况之下 我不太相信它能够全面落实 它对亚太的这种政策主张 所以我觉得大家走着瞧 那我们接下来持续要关注的 还有两岸关系 那么当然这个两岸要互设办事处了 那么在台湾这边陆委会方面 也强调这个办事处强调的是 实质功能不会涉及政治前提 有可能吗 我们广告之后回来有更多的讨论 欢迎回来时事求是 带您掌握全球进行事 我们说到这个两岸之间 每一年往来大概有700万人 有1600亿美元的贸易金额 可以说是两岸交流已经进入了深水区 那么现在这个两岸互设办事处的查案 昨天在立法院通过一项决议 就说要求海基会在未来协议当中 要纳入签发护照等等旅行文件 以及探监两项功能 那么双方要启动正式协商 所以这个教授 当然对民众来说 这绝对是辩明措施 大家很期待了 不过在这个协商过程当中 一切的对等原则 对等精神非常重要 我想两岸两会要互设办事处 确实是合乎两岸人民的需要 因为刚刚你说了往来有700万人次 其实去年一年里头 我们对大陆的外贸 它其实已经超过1600亿 已经1689亿 而且我们对大陆出超954亿 那我们全年的出超只有303.8亿 所以你两相一减之后 如果没有对大陆的出超 我们是全年进入超650亿 所以这两岸关系 当然是非常重要 那两会互在对方设处 也是非常有必要 我去看了一下 大陆到目前为止 对于这个设处的问题 它是非常支持 那也说争取在年内能够落实 大家能够签这个协议 可是除此之外 它进一步它就都没有讲 那倒是在我们这边媒体上头 是吵得如火如荼的 因为行政院已经通过了一个法案 那么送立法院去 那么就是说 这个两岸两会在对方设处的话 设办事处的话 这个办事处的地位是怎么样 这个它有不可侵权 它的档案文件也是绝对不可侵 然后它所有的人员都享有 类似领事的这种 所想的在维也纳领事公约 所想的这种特权等等 那当然是还要求这个 互发这个签证 因为领事工人就是一定有 发签证的嘛 对不对 这东西我觉得我们讲的太多 在两岸来讲的话 我觉得任何一个协议的达成 都不是靠放话 不是单方面的 不是靠单方面的放话来达成的 可是我们跟大陆的这种关系 从2008年这个政策改变之后 我们都是靠放话得来的 我们都没有说他同意 我就说我要怎么样 我要直行啦 我要观光课来啦 我要多少观光课啦 我这个班机要多少啦 都是这样靠放话要来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不是很健康的 一种两岸关系 因为这样就不对等 对对方来说不公平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要做什么事 等你跟对方都讲好了的时候 再来做的话呢 就比较好 那而且我们这边最大的麻烦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在野党 他不要用全党之力来对你 他用一个委员来对你 你就撤手了 国民党完全马英九完全没有招架的能力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在野党会批评你 说设处之后那个管处 我们要放国旗啊 要放要要要这个放国号 国旗国号的问题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啊 那这个不是不是就是多惹事端吗 你这种东西 马英九讲了吗 我们不是两个国家 所以我们不是相互承认主权的 我们只是漠视承认对方的治权的 所以你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一定在野党要抢你所难 说你要去跟对方谈国旗国歌国号 你觉得是恒生之节 恒生之节 对啊 反正就是不动声色嘛 对啊 对啊就是给你一个莫测高深嘛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呢 第一个在野党太 势力太庞大 第二个呢 媒体的报道啊 巨细迷移 所以这对未来的谈判上 反而不是好事 当然不好 对我们来说不见得是好处 因为任何的谈判 它都是在桌子下面进行的 要谈好了 才拿到桌子上面来的 可是我们现在把桌子下面 进行的东西 人家没有讲 我们全部都给它掀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就 就让对方觉得说 我不被尊重 那这个什么时候 能够达成协议 对方也很希望 马上达成协议 可是总是要谈呢 所以我的感觉上头 除非是我们海基海协两会 已经都对这些 都达成协议了 你要求的 这个管处的 特殊的不可侵权 文件的不可侵权 然后人员的这个 所想的领事级待遇的 这种特权豁免等等 除非对方都同意了 我觉得好像 但是我们这边 如果提出我们的疑虑 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但是我们行政院 已经都那个了嘛 对不对 我们这边当然一定会提啊 一定就是在野党 你不让他提 他也会提的 对不对 所以在野党 就会一直攻击你啊 你没有捍卫住 台湾的主权了 那事实上 台湾的主权在哪 台湾主权是属于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嘛 所以你要主张说 我的一宗是中华民国 你的中华民国 就是涵盖 整个大陆跟台湾的 但是马英九 常常也做事情 颠三倒四 他到教廷去 明明可以主张 我是中华民国总统 他偏偏要苟尾叙雕 来加上中华民国 台湾总统 那宪法上 有台湾总统这个字吗 没有嘛 所以我是觉得 两岸的谈判 很多东西 我觉得你内部 可以先去沟通 但是如果说到 宋立法院干嘛的话 那是不是意味着 你跟对岸就已经谈好了 因为对岸是 一句话都不讲的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对岸的立场是怎么样 因为对岸就说 我对我很希望 这个两会赶快 护设办事处 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 在什么样情况之下 对岸没有明白表态 目前感觉还是空的 对 他没有明白表态 我想不一定是空的 可是他没有明白表态 那我觉得很多东西 其实你是 假设两岸关系 不是国际关系的话 既然说这个文件 将来行政院也是送 这个立法院被查 就可以的话 你签了再说嘛 你没签 你现在讲了一大堆 我觉得对于 这个协议的签订 可能反而会产生一些阻力 对 当然敏感的地方也在于 就是刚刚有特别提到说 一旦这个两岸互设办事处之后的 驻办事处的人员 就享有等同于外交特权了嘛 外交不一样 他不是外交 他这个驻办事处人员 享有外交特权是不对的 还不到那个 还不到那个 到领事差不多 到领事那样的 好 那这等不等同于 其实也互相承认 治权了呢 所以说我们要说 这个政治议题先放着 这个没有先不谈这个政治意涵 这可有可能啊 我觉得这个主持人 你真的是非常犀利 因为你看问题 已经看到要害了 因为事实上 我们今天台湾所要求的很多东西 它都跟政治相关 譬如说我要参加区域经济整合 政治在经济前面 对啊 那譬如说你要说 我要参加这个国际民航组织 那这个也是脱不了政治 包含两岸涉处 它也是脱不了政治 所以哪一点的时候 我觉得它就很重要 谢谢 谢谢 谢谢